Rio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台灣遊牧 那這場比賽算是蠻有趣的 因為這些玩家們 都是我們早期 世紀帝國玩家群的一些玩家們 那稍微來介紹這場參戰人員 Nakiki Nakiki也是HD時代 賽爾我那個年代的一個玩家 以前有玩過幾場 由於我本身工作比較滿的關係 實況也比較滿 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 那時候我不是一個世紀帝國的實況主 而是一個各種分game都玩的實況主 那時候也是在撥艾影師這樣 官方比賽什麼的 所以世紀帝國玩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跟他玩的機會不多 但那時候就已經認識天空熊了 好 那再來看一下小羽 小羽算是近這一兩年 開始回來認真玩世紀帝國的一個世紀帝國的實況主 那對小羽有興趣的玩家們 可以去搜尋YouTube的小羽 那他本身也是在Twitch跟YouTube有在直播的 他實力也是滿厲害的 大概跟我差不多實力的那種感覺 大概也是在1516單挑那邊 實力也是布隆小店的一位女 女玩家 那我覺得他的強度 算是世紀帝國女玩家第二強或第三強 那第一強應該大家也知道 我就不說 反正小羽他也是真的滿厲害的 他也是被天空熊訓練過 其實天空熊教學都是滿厲害的 那我也是本身也是被天空熊教起來的玩家 所以我們一些觀念上 會跟天空熊算是滿像的 雖然我算是一個 中途學到一半 就靠自己的玩法 又玩出另外一種打法出來的那種玩家 並不是那種教科書式的 那天空熊的玩法就是比較教科書式的玩法 那有時候也是會打一些特別的戰術 好 那再來講一下這位 這兩個我就不熟了 紅色跟橘色我就不太熟了 好 那就來講天空熊 天空熊 天空熊 天空熊應該大家也滿熟悉的 之前在我們頻道上有播一個影片 是天空熊打贏世界冠軍MIPER的單挑影片 那時候是MIPER剛回歸C帝國2 天空熊狙擊他 就順利的打敗了他 天空熊也算是實力非常高強的一位選手 好 那再來就是來看 黑大大 那有玩這個英雄聯盟戰棋的玩家們 對這個黑大大應該就不太會陌生了 他算是C帝國 算是新手也不算了 他也是看了一兩年了 雖然實力也算是不錯的一位玩家 但是 以熟悉度來說 還是不會像天空熊他們一樣這麼的狂 但是以他的這個 英雄聯盟的一個實力 對於遊戲的理解 我相信他對C帝國應該是很快就可以上手的 他的實力應該也是落在一千五一千六左右 單挑 沒意外的話 因為我也沒去 觀察黑大大到底練得如何了 因為我真的最近太忙了 也twitch也很少在開了 那本身也都是在每天都在拍片啊 然後在做自己的事情 好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來期待一下黑大大實力吧 順帶一提喔 黑大大的頻道 他是做這個 英雄聯盟的影片 英雄聯盟戰棋 他是本身是經濟的玩家 也常常去打到這個天梯喔 前百名以內 應該也是有打到天梯第一吧 我也不確定了 這個我沒在follow 我們C帝國玩家 對這個英雄聯盟戰棋有興趣的人 都會去問黑大大問題 那黑大大也常在雲的那個DC頻道裡面出現喔 對黑大大有興趣的玩家 可以去雲的這個DC裡面 找他 Say hello 下一次可以的 好 來看一下這個花戀風 花戀風也是 花戀風我剛剛比較熟 應該是世紀帝國決定版 剛出來的時候 他也是 那時候我一直也在推廣世紀帝國 也很常開這個 內戰 然後他會來跟我打 那就是互相傷害嘛 那他就會來跟我玩 那有時候AI場合會跟我一起玩 那他的實力也算是蠻厲害的 他的實力約落在1600、1800左右 算是實力可能會比我強一點點 因為他一直我都在玩 那我則是有時間才在玩 但是他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奇怪的失誤 像這樣子 還好沒有死存 有點這個織布 中國喔 中國可以點織布啦 可以啦 好 那這邊的失誤看起來 應該沒有很傷 那他基本功來說還算是不錯的 那應該實力應該是有超越的 就來看一下兩邊的能力吧 欸 那這個青色應該是Herb Herb也算是我早期的玩家 那個算是也是在跟Chip 那個時代的玩家 我們都是Chip那個年代的玩家 所以這個圈子其實那時候很小 那到現在也比較常出血 欸靠這邊是怎樣 哇CPH直接把這個 Herb的村民關在裡面 欸這趕快修 欸 欸卡住卡住 後面再圍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 這邊打破之後馬上又圍了一個夢想在這裡啊 哎呀這邊 Herb很尷尬 那 像Herb的反應也是 非常的 快喔 直到先扁這個木牆 好然後這邊 再去圍這個 碼頭 圍碼頭的用意是要來防止修嗎 我不太確定喔 看起來蠻像的 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怎樣 幫你立墓碑是不是 立了兩個木牆墓碑在這裡喔 哇那這邊Herb 殘兆被圖了一村 那CPH喔 這位玩家看起來實力 這個應該也是有1600分以上喔 單條 也算是細節拉滿的一個玩家了 好 那稍微講一下油木的開局喔 油木開局的話 一開始要趕快拉這個大量村民喔 趕快去產出地台漁船喔 那後面的木頭也不能斷 那要找機會去拉這個豬肉 去找這個野豬來吃 找野豬來吃的話 肉不斷 就可以繼續按這個村民喔 所以民記只按下去的話 然後再把這個木頭 補到大概8村左右 就可以讓這個漁港 瘋狂按這個漁船 通常都按到6到8村 6到8的漁船就夠了 因為有些人是要打這個 海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漁船不能按太多 有時候你按太多喔 這個漁船 過多的狀況下 就不太要按這個火蒙筒 跟這個戰船 所以導致自己 很容易這些漁船 按太多 直接送光光喔 這些都是一個細節 好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結果花煉鳳這邊只按了5少漁船喔 那黑大大這邊也是按了5少而已 並沒有按太多 這算是一個標準式的 停損式的打法 通常這樣子打 就是代表自己不是打海的 但他們應該是內部有先講誰打海喔 那通常按5個漁船的都是要打海的啦 那有些不打海的也會按到5村 有可能覺得自己會爆炸 所以就沒有按那麼多 好那我們就來期待看看誰會打海吧 那目前看起來兩邊打海的機率這邊喔 賀伯可能會打海 但賀伯這邊漁船按太多了 而且漁港有沒有補到第二個 而且這邊封建時代也慢了 所以賀伯這邊打漁船有點困難 打海比較困難 所以應該不是賀伯打 那賀伯這邊就有個問題喔 這邊漁船按太多了 所以這邊漁船可能大家全部會送光都有可能 那再來就是橘色 橘色CP也許可能打海也有可能 但是這邊也是太晚上了 兩邊都上風就實在有點晚喔 那這邊就看一下拿Kiki會打海吧 拿Kiki打海的話 這漁船也是按蠻多的耶 有點看不太懂 這邊真的有點看不太懂誰打海比較好 應該通常這個瞬間上風 今天打海比較好 好那這邊天空熊打海喔 瞬間把這個紅色的漁船 瞬間集火掉 然後兩艘漁船就可以直接 把一艘漁船給射爆 好那天空熊在上面喔 沒問題 要打海的人都要雙漁港的喔 那這邊漁港直接爆開 那看起來漁港是黃色打 小羽喔 小羽打海 來騷擾黑大大的漁船 黑大大沒有出任何的漁船反擊 就任由拿Kiki這邊直接騷擾掉了 好火門筒也在出 那應該是有看到天空熊在殺漁船的關係喔 那右邊這邊是綠色 欸這邊也是敵人喔 哇小羽直接吃兩家的漁船 吃爛吃爛了 但是這邊 欸有出這個喔 CPH有出這個火門筒 想要來操勞對方隔壁加賀伯的漁船 欸賀伯你也太偷了吧 漁船補到八艘 那拿Kiki這邊也是喔 拿Kiki這邊漁船也是按的有點多喔 七艘 然後自己沒有出任何的這個漁船反擊喔 所以待會很有可能會被射光光喔 好來看一下陸地上 陸地上這邊直接一個開戰 直接拆掉一個箭塔 那這邊天空熊很貪心喔 陸地海上都想打 就陸地直接被砍爆啦 這個箭塔直接被拆光喔 那這邊看來 天空熊要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再補這個冰宮廠跟市集了 好那這個漁船 喔天空熊漁船打得很不錯喔 瞬間就把兩家的給打爆了 好漁船這邊在逃難中 好那賀伯的漁船喔 被逼到跟小魚一起捕魚了 欸那這個好像沒有空喔 這個 喔因為太忙了 陸地上太忙了 我們不要再看海阿 我們來看陸地好了 陸地感覺比較精彩 好那這個被強姦的農夫 非常出了多 這個肉麻 非常多隻喔 這個蠻意外的 通常阿 遊牧都是打直城 會打肉麻的情況下 除非跟敵力很近阿 不然封劍時代不會開戰阿 但是這邊 直接打個封劍開始騷擾 讓我蠻意外的 欸這個刺猴也是按的蠻多的 通常都按個四吋三吋了 就差不多了 稍微騷擾一下 可能上什麼時代比較實際阿 好 但是黑大大這邊也是有出這個 刺猴 出這個刺猴 想要來反擊 但是我覺得這樣 黑大大可能會很尷尬喔 他這樣子打的話 自己本身與喘機沒有的狀況下 又打刺猴 他一定會斷肉斷到爆喔 完蛋了 他有可能會變成最後一個 上風箭時代的玩家 第二個還沒有上 哇!幾乎紅色也點風箭時代啦 尷尬了 剩下黃色沒有上 黃色還沒有點 黃色橘色都點了 不是風箭時代喔 是這個 城堡時代 好 天空球的戰船想要來秀操作 但是這個戰船數量不夠多喔 要秀操作還是有點困難的 好 那天空球現在專注於在海上的操作 陸地上的操作已經有點 燒飽完就沒再繼續弱勢了 結果 這名上城堡時代 請射 特寶 直接請小羽吃大亨寶 又大又出的大亨寶 直接請小羽給吃了 太兇狠了 這個城堡直接開射 村民快跑 快點跑 這裡村民就要跑了 不能再居殘不投了 跟吃果子了 哇 賀伯這根寶 給的效果非常好 然後馬上就點這個貴族鐵騎 哇靠 貴族鐵騎一出來喔 直接無情打爆對方騎士啊 既然貴族鐵騎本身的防率就很高了 就有這個四防在了 那一般的攻擊一直有六攻的騎士喔 這邊想要利用這個攻擊去引開騎士出來 讓這個箭矢來輸出 但是這個騎士本身就有不錯的效果 但是小羽本身已經慘了 小羽本身家裡被鬧 然後又有打海的關係 所以這邊雖然還有海域可以捕魚喔 但是天空熊這邊的漁船 這個戰場射死了非常多的漁船 哇天空熊這五艘漁船做到非常多的事情啊 CPH的漁船已經被弄掉了很多艘了 但是賀本這邊漁船好像也被燒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也被燒了金光 那賀本這邊沒有漁船的加持的話 這個貴族鐵騎喔 應該是不能按太多吃了 按個兩三隻就差不多了 直接要趕快撒田 不然賀本這邊要斷村喔 本身只剩下兩艘漁船 所以賀本基金有點慘 雖然這根大亨寶起的還算不錯 那目前看起來戰況是非常慘的 那這邊花戀峰喔 不要看他能不能做到事情了 花戀峰這邊是蘇拉庫馬 天空熊這邊的 那這邊是完全沒有被燒的狀況下 3TC直接開出來 那TC開的算是沒有那麼早 那也算OK了 22分3TC還行啊 好 那看起來 喔原來他這邊有出兵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導致自己的PC沒有開得非常早 那有兵來幫忙防守家裡 能守得住嗎 會如鐵騎 有點尷尬 大量騎士過來是難守 直接進城堡防守 但這個城堡我不知道怎麼在設這個房子啊 沒有偷射這些騎士喔 好那拿Kiki直接用大量的騎士喔 防守出來 那順帶一提喔 拿Kiki也算是實力高深的一個女玩家喔 那她的 她是一位很兇的玩家喔 是哪裡很兇我就不好說了 那她本身是一位人氣 那也算是一個 老派玩家 算是老派 也算老啦 資深玩家 那拿Kiki我本身 對她的印象也算是不錯的喔 就是她也是非常 非常厲害的玩家 對我來說 有些人可能就覺得很還好 但我覺得還算不錯了 因為她本身 暴兵那些姿勢喔 都是有的 可能就是像我一樣喔 前期對一些快攻 比較難擋的一些情況下 他比較會出問題 不然拿Kiki的暴兵 還算OK的 並不會太差 好那就看一下拿Kiki怎麼打了 拿Kiki這邊選擇 打這個修道院 跟這個城市中心喔 算是OK的 這是一個蠻標準的 2TC然後修道院 然後騎士也在出 但是小羽這邊真的蠻慘的 小羽現在分數是最後一名 但是這個TC喔 不知道為什麼 蓋的位置有點尷尬喔 這個TC蓋的位置不太好 往下蓋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往下蓋的話 花蓮縫在附近喔 花蓮縫在附近喔 花蓮縫在附近的話 又可以把這個拿Kiki打爆 所以現在拿Kiki 不管走到哪多四個問題 現在不是拿Kiki阿 小羽 現在拿Kiki在保護小羽 避免這個 被這個HUB直接硬上 那這邊CPH喔 也在努力的 想要去反擊HUB 但是HUB 也沒有被騷擾到 因為天空熊出了大量的 喔不是 這個是 對不對 CPH喔 出了大量的這個 馬戰車喔 好 但是天空熊這邊是 轉一個比較 開濃的路 一個開局打法 並沒有在出兵 一直在攻擊 欸 這邊蠻被抓到 唉呀 這個勝率直接被吃了 我抓死 好這邊大量的一個落頭 直接過來 直接硬彈這一馬戰車 馬戰車 雖然 死傷非常的快速 但是 直接被擊火還是蠻痛的 好 花蓮縫這邊開始爆兵了 原因是自己是3TC喔 經濟上有開始慢慢拉了起來 這邊落頭給的壓力還算不錯的 好看一下紅色 被搶劫的農夫 哇他真的是在農欸 但是他下面就是天空熊囉 他這邊有點農得太過頭了 4TC 他待會的主力就是天空熊 跟這個 紅色可能會兩邊互打 好 這邊CPH在家裡直接蓋了一個城堡 看自己的馬戰車被吃得差不多了 有點慘 但是HERB這邊 不 決定不繼續強攻了 那 也開始在農出自己的兵力了 那正面看起來 不會再繼續打了 好那這邊騎士去追駱駝 我有沒有看錯 好那中間這個是誰 中間這個是黑大大 欸黑大大是不是有點慘啊 哇 黑大大怎麼好像 裡外不是人啊 哇黑大大這個死力可能是1200分左右 不好意思我真的對他不熟 他好像有點慘啊 這個 全世界都在 城堡時代了 他還在封建時代啊 可能是因為黑大大本身還在去 練這個英雄聯武戰棋的關係喔 所以對CZ我還沒那麼熟 但我記得他也是看了一陣子喔 但是世紀國畢竟也是 光看的話也是練不起來了 還是要練喔 那只能期待黑大大之後 比較有時間 再來練這個世紀帝國 畢竟他本身還是主要是在練這個 英雄聯武戰棋的一個欸 神級大老 所以世紀國可能還是沒那麼熟悉 哎呀直接被吃光光啊 拿PK直接無情開吃 好啦那黑大大幾乎變成滅國狀況 那天空熊要怎麼去救黑大大跟赫奔呢 赫奔本身也是非常被突裂的狀況喔 右邊有CPH 下面有Nakiki 跟 跟小羽喔 現在目前 赫奔算是被三國夾擠了 那只能用城堡去稍微去 狗住自己的領地 反正是花戀峰跟天空熊 兩邊聯盟 算是一個開發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農夫也算是農得算是不錯的一個文明 好天空熊再先上到帝王時代了 那這邊農夫也是喔 點帝王時代 兩邊都是帝王時代的一個主力 那看一下天空熊的文明是馬來 馬來的話 可以照這個免費雙手建兵喔 跟這個 拼你的大象 雙刀建兵都可以 這邊就有個大開戰 這邊放了馬彈車 去阻止弱駝 花戀峰 花戀峰在阻止左邊的戰線 天空熊主要去打紅色 那黑大大已經 要消失在這個歷史舞台之中了 完蛋 花戀峰 有點慘 現在要一打二 去阻止拿Kiki 這個一個進攻喔 還有這個CP也許 這個橘色 這個 要怎麼打就是個問題了 因為喔 這個 貴土鐵熊 赫伯 赫伯這邊有點兩難 他向外擴展有點慘 有點像是 春秋戰果的衛國 到處都是敵人 很難發展出去喔 下面這邊 天空熊已經開始在進攻了 但天空熊很狠 還有出這個僧侶 可以隨時反制對方騎士 但是家裡看起來 拿Kiki 很努力想要發展喔 3TC就卡出來了 喔這個是小羽 不是拿Kiki 拿Kiki這邊發展也是3TC慢慢開農 然後出兵也是一再出 但是遇到貴土鐵熙用騎士擋 還是蠻難擋一點 但是拿Kiki很聰明喔 有出這個僧侶 確實這個貴土鐵熙要用這個僧侶 去招響比較好 不然騎士互換情況下 是會比較難打的 好那CPH橘色這邊 也是慢慢在擴充了 好這個時候天空熊說 天空熊在哪裡 然後這邊隊友聘了一下燈 在右邊在右邊 趕快去弄他 不然天空熊會很慘喔 但是其實天空熊已經跟這個紅色 開始在大戰了 好那紅色這邊是馬渣爾 馬渣爾的馬弓 是不錯的 是有攻擊力最高的馬弓 美玉的一個文明 哇那這邊馬弓 確實也順利收到蠻多村民的 那天空熊這邊也開始慢慢 轉出一些戰毛病喔 要來反制一下 哇這個馬弓很痛 哇結果黑大大在後面 黑大大又要遇到這個帝王的馬弓 會很難受 那重裝的馬弓還沒有點 先點這個 安息人戰術 好那戰毛病也收掉非常多的戰毛 馬弓 好 花蓮峰的駱駝過來了 花蓮峰 玩給阿農喔 還是能打破一片不錯的風采了 花蓮峰直接開戰 能不能打爆 拿Kiki呢 拿Kiki的防守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欸天空熊這邊太狠了 還造了幾艘 奴炮戰船喔 在後面想要阻止 拿Kiki在後面種田 哇靠 天空熊的魚船也太多了吧 那順帶一提喔 馬來有這個魚船的加成 捕魚算不錯的 好 再來看一下 嗚 當然駱駝直接硬吃這個馬戰車 效果非常不錯 駱駝打馬戰車 很讚很讚 好 但是天空熊慢慢一步一步推進了 這邊馬扎爾 龍夫是用戰貓稍微防守這個 疾病 加生女的進攻 這個選擇是相當不錯的 戰貓兵打這個疾病 效果都還蠻不錯 應該這個傷害很高的 而且他本身就已經有四攻了 好 還是黑大大 黑大大做事了 出了兩隻刺喔 偷砍拿Kiki的村民 太偷了太偷了 偷偷騷擾 不錯不錯 即使自己將近被滅國 還是要做到事喔 這個呢 黑大大的一個精神喔 算是 不錯的 除非是職業玩家 對於這個 運動家精神喔 是非常注重的 即使被打到非常慘的情況下 黑大大也是努力的 即使一點兵 想要幫忙隊友 好 那看起來 天空熊這邊 突進還算不錯喔 已經把這個 第一個地區 TC拆掉 那四台巨頭菜速度蠻快的 但是這邊有大量的騎士 想要來打天空熊 在華煉峰 好像是天空熊的 保鏢一樣喔 大量洛騷過來一隻喔 好 那但是 小羽喔 也慢慢發展了回來 但是小羽發展回來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賀伯 賀伯這邊大量的 貴族鐵騎走得進來 這邊長槍兵很難防守 雖然小羽有出 長槍兵想要來幫忙防守 但是還是有點難打 畢竟他本身是 被滅過一輪的玩家 所以要在精神發展起來 有點困難 好 大量的洛騷 直接 硬砍 後面有幾兵過來 搓這個 馬戰車 好 洛騷把這個 騎士逼了回去 有點家裡有點慘 欸欸欸欸 剛剛不小心看到快轉怎麼樣 好 剛剛有點倒轉了 好 再來看一下這邊 好 直接進去之後 貴族鐵騎 怎麼打呢 好 這邊直接進村門 硬打大量 駱駝跟大量騎士 直接開戰 怎麼辦 駱駝會吃光啊 哎呀 騎士不能硬扛啊 我覺得還是要繼續跑 但是家裡已經BBQ了 這邊只能用村民 直接用箭矢去射 但是這邊攻擊力 攻擊力是沒有升 攻擊力非常低 哎呀 這個TC很慘 花蓮峰直接駱駝爆 爆出了 大量駱駝直接開砍村民 拿Kiki只能用騎士反殺 但騎士打的效果非常的不好 好 那這邊 小羽也是濃烈的 把自己家裡的防線守住 也上到帝王時代 開始在投了 欸 小羽真的不簡單欸 自己被吃個大很飽 經濟也拉起來 也上帝王時代了 那也開始努力擋住了 這個賀博的攻勢 但是拿Kiki 由於一直在大量騷擾 右邊天空球 跟正面 賀博的攻勢的關係 自己的村民也是越來越減少了 那也沒有太多騎士了 騎士也被吃光了 被這個花蓮峰也吃光了 這個戰況非常混亂 好 那目前天空熊 跟花蓮峰 還有Herb 三人努力 想要抵抗對方的攻勢 看起來效果還是不錯的 拿Kiki很慘 這邊沒有任何單位可以防守了 咖哩經濟也爆開了 那小羽這邊 也很努力的出這個巨型投石機 想要來打Herb 但是其實小羽本身經濟也是很慘的 沒有更多的兵 他只有巨型投石機 那拿Kiki只能打出了GG嗎 問大家要不要GG了 但是龍夫這邊也想要抵抗 龍夫這邊要抵抗好像有點困難 原來這邊也是被天空熊一直被推的狀況 橘色這邊CPH CPH橘色也是非常努力想要抵抗花蓮峰 跟天空熊進攻 那好像有點困難 欸靠 黑大大這邊還出了幾隻獅頭想要來砍小羽的村民 太扯了 黑大大一直用漏碼 在控一直在騷擾 明明是在黑暗時代 封建時代而已 哇 又是用操作砍了很多村 黑大大很不愧是 專業的遊戲玩家 職業精神非常的好 好那這邊大量的村民 大量的村民 大量的村民直接硬托了上來 那個農夫的騎士 也是被打的節節敗退啊 怎麼辦 哇 看起來是涼涼 好 這邊駱駝直接進來砍 拿KK的村民 小羽的村民可能也守不住了 小羽這邊 長槍兵雖然不夠多 這邊駱駝的量還是非常巨量 花蓮峰明是中國在打駱駝啊 蠻針對的啊 這個兵出的好 確實他們有一個人需要出駱駝 可以去追任何的騎兵 好有些駱駝來防守這邊 防天火熟這邊努力推進 好 這邊駱駝送差不多了 這裡有城堡 但是HUB 貴族鐵騎 已經開始慢慢成型了 自己家裡接近沒有受到太多的 一個打擊喔 所以他還是能抵抗 橘色 抵抗橘色跟小羽他們的進攻 哇靠 你還給我出這個步兵啊 確實喔 這個斯拉夫是個步兵 加起兵文明 還是可以打這個步兵的 所以步兵好這個王族 王者 欸王者什麼 我忘記他那個步兵擴散的效果 效果名字 跟他這個 王者四重啦 對王者四重 王者四重 只要攻擊的話 就會擴散效果 就跟這個大象一樣 就是這個騎兵效果很強的 不過這個劍兵也是喔 哇 阿克里這邊說這邊沒了 龍夫也表示是 我這邊也要沒了 哇 這邊龍夫也只能打錯了GG 這個HUB也慢慢進攻過去喔 看這個HUB也這邊慢慢融起來 貴族 貴族鐵騎加這個巨頭也是慢慢插得進去 導致這邊也只能打出了GG喔 哇天空熊這邊海戰打得非常好啊 哇大量的漁船 加上海域的封鎖 那這邊 拿Kiki他們 這一邊喔 漁船沒辦法補 那中後期我覺得 有可能這一場是因為小羽倒得比較快的關係喔 那天空熊也是 鬧得比較好一點 但我覺得這邊有個亮點喔 是拿Kiki這裡 拿Kiki除了在打正面之外 幫小羽抵擋住赫伯的進攻之後 就去找天空熊跟花煉鋒喔 而且我覺得這邊擋得非常好 也只要去打天空熊 這個是有用蠻關鍵的喔 你不能一直讓搶的人一直農 結果後面就完全沒機會了 拿Kiki的判斷算是比較好 但是花煉鋒也是喔 花煉鋒的判斷更好一點喔 直到我們這邊沒人出駱駝 那即使中國也沒去除這個中惡聯儒 而是出這個駱駝反制對手的拿Kiki的騎兵 所以導致拿Kiki的騷擾 並沒有騷擾到非常好 雖然這邊 紅色喔 這個農夫有出這個 這個馬功來騷擾天空熊 但是也馬上 被這個花煉鋒打了回去 那橘色也是 橘色其實打得也算不錯 但是問題就是 沒辦法推出去 有點目標不太明確啊 不知道要去打這個賀博 還是要去打天空熊 因為打一打 突然去找天空熊對決 那左邊又被這個賀博 農起來 又被賀博退了一波 所以導致 橘色有點進退兩難喔 不太知道該怎麼打的關係 我覺得這邊可能要果斷一點喔 搭配小羽 跟這個橘色 先把賀博給滅了 然後再去找這個天空熊 跟花煉鋒比較好 畢竟也剩兩架了 黑大大也監禁滅國狀態 也在封建時代打果能好一段時間 可能決策上來說 也是天空熊給的壓力太大了吧 所以他們不得不一定要去找天空熊 這可能就是 溝通上有點小小的問題 跟決策上有點猶豫喔 所以導致小羽他們這一邊有點難打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